我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 我妈老是最喜欢看那个83年的射雕英雄传 里面有一个人物啊叫做梅超峰 他练那个九阴白骨爪跟是哈人的不得了 哈的我晚上睡口睡都睡不出 今天呢我们也来练一盘九阴白骨爪 看他到底是沙子效果吗 鸡脚感先给他做一个美甲 洗干净的鸡脚感从中间给他载开 如果不会载的叫老公载叫老板娘载 实在不行就吃坑的 这一呢是一坨龙骨哈 肉还是比较多的哈 15块钱一斤 这个就是8块钱的 把它摘一下 骨头和鸡脚感冷水下锅先焯一下水 丢一点姜葱料酒 焯开锅后用瓢锅打去这个浮沫 然后再给他煮三分钟后捞出来必运 来准备一点姜葱蒜切成结 再加入一点八卦大料 一片当归 两片贝纸 香叶 桂皮 干花椒 干海椒 准备工作全部做好 下面休息十分钟 我们测一个快递 看看是个烘火东西 这个我婆娘说给我买了一个神器 扯开看一下 这个辣椒红的神器 这个就是刷锅爷们的 你们帮我想一哈 我婆娘买这个东西是啥子用意 是不是想想我把这个锅外头都给它刷亮 这里还有一点熟的菜籽油 顺正的 油温四成的下入豆瓣 点出颜色过后下入准备好的香料 烧油扁炒过后下入鸡脚杆跟骨头 一起翻炒均匀 来上一点老抽给它们上一个底色 倒入一瓶90年的啤酒 再来上一点水 调过一点点盐巴 白糖 胡椒粉 烧开过后转最小火 给它烧四十分钟 这个鸡脚杆跟骨头的时间已经烧来差不多了哈 我们拿过砂锅把它粘出来 骨头放在下面 然后我们用一个漏勺把这个汤汁里面渣渣过滤一下倒进去 砂锅放到火上用小火再给它等十分钟的时间 鸡脚杆的时间等来差不多了 下面关火出锅即可 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冲发美味鸡成 简单美味的一道九阴白骨爪就做好了 这样的鸡脚非常的趴烂 喧香 喜欢的点赞 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解散 自己要翻山 老板呢 这九阴白骨爪好吃 你要吃吗 你想要九阴白骨爪啊 你的熊哦 你的床上水晶的小脸啊 给你点个赞 你给我点赞 你看你妈 吃肉吃的太香了 叫他吃面他也不干 妈妈 嗯 吃点面 不吃 还真的 他只想吃肉 嗯 妈妈 吃鸡脚 嗯 谢谢 谢谢 你这么给你爸爸夹 过了自己回家啊 嗯 爸 别说我叫浆了 嗯 好的 这个大骨头你确实我吃 我吃吧 好 我吃 你们看这样的老板多少 每天衣服都不用换 穿个睡衣 双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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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